你们不要干涉我们当地基本结果 这是第一个我们村民最需要的地方 还有我们的公车及车辆游客及路线及规划的那个路线 长官请你讲一下 真的我们要听听我们双龙村民的意见 为意见不是你们在那边定你们的规则 针对县府在新一乡双龙瀑布所达到的七彩料桥 双龙部落居民踊跃发表意见以及想法 除了针对周边环境外也有地方回馈的问题 那主要相信对接拨车的问题 还有对地方回馈的问题 那有提出很多宝贵的意见 那我们也很高兴今天听了很多的建设性的意见 我们会来逐步的来大家一起来努力 那重点特别应该在回馈金的部分 我想这个部分也应该我们县府跟公首 要好好在跟后续我们十位的筹备委员 再怎么样的来做学商 钓车即将完工在元旦开放 再离开放只剩两个多月的时间 部落相当烦恼 在交通以及部落景观率没化都还没做的情况下 全员希望相关单位能够针对周边环境尽速改善 你们只是要帮助我们看怎么样让我们在地的人 能够在经济跟生活上能够去改善 应该是要站在福岛的立场 要看到我们真的是生活会在提升 我不要说游客来了瀑布 不知道那是什么瀑布 他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他们知道有双龙瀑布 结果他们不知道有双龙瀑布 所以我们在这个沿线的部分 是不是事后这两年再补强一些 像土腾什么都弄一些特色出来 尤其是我们的动线这个 尤其是尽快 还有在市营运前 旧有的这些土腾 能不能赶快获一些机会 让我们部落花个你说十万块之内 叫他们去清洗 然后去重新采汇 让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能有一点耳目一新的感情 县府与部落都希望打造的景观吊桥 可以为整个新意向左水西线 带来观光经济发展 县府也极力于部落来达成经营上的共识 议员们也希望透过协调会能够创造双赢 记者邱平一新采访报导